这种装装的单位最主要是好看 我们如果自己改动 你可以参考一下 像这种三房一套的单位 现在这个楼旁卖多少钱 BOOCOS三房 不仅是很奇怪 然后这一个就不太奇怪 这个很方针 802尺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楼板 敷衍你翻都OK 整个是一个放了家具 还有装修的 我们就参考一下 他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做了一个换鞋柜 这个空间就很好 以前是一个庸人房 但是他做成这样 我就觉得很OK 他没有柜子 我也不知道他干嘛 然后这边是打Golf的道具 这个很神奇 正常你应该在这边做一个大鞋柜 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然后这边也可以挂一大面积的话 放你一些出门的衣服 放一些包包 这边也可以放全身镜 走过来就是一个客厅的位置 我觉得客厅这个装饰的挺好的 他的楼顶是3.15米 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吊灯 6个人的餐台 这边做了一个餐厅柜 你就很方便的可以拿东西 这边做了一个长沙发 圆的茶几 然后你坐下来就可以看自己的电视 这边是一个大面积的玻璃 所以有一个很好的采灯面 这种装饰我就看不懂了 厨房改了前身还有台面的石料 其他都没有改动 保持原有的装修 我觉得这种装修还是挺好的 有两个洗手盆 好的采灯 有一个很大的台面 跟上午之急 愉快的煮饭也可以 那你煮饭的时候很轻松 很舒服 这边本身是一个睡房 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改动 就变成一个私人的观影区 两个人坐在这里 把窗帘拉下来 看着前面的电视 整个感觉就是很爽 可以看到这个很大尺寸的电视 也可以做投影仪 然后这边是一个很大的采灯面 卫宇 他也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动 很好看的 做是水龙头也是一提示 这个是好看但是不好用 我们还是追求一些比较实际上的 东西会比较好 这边是一个小女孩的房间 他做了一个三尺的船 然后这边有一个拐脚船 不够的采光还有通风 这边是书台 这边做了一个很好的芭蕾舞的画像 给小朋友一个小小的目标 一小小的换多少钱 主人房 其实很大 放了一张大约是四尺的船 然后可以上边下船 矮矮的窗台可以做工作台 然后这边是电视柜 很大的主人 套玉 他的云石台面 升级了一下 有一个柜飞干 可以泡脚 很享受一体式的洗手盆 这边还有一个玻璃面 弧形的 还有金色的宽边 就看起来很漂亮 金柜也是影音柜 你可以一边刷眼一边看电视 他收纳的空间是超级少 这种装西卫的单位 最主要是好看 我们如果自己改动 你可以参考一下 像这种商房一套的单位 现在这个楼盘卖多少钱 1528万 你觉得他卖贵了吗